如果我和快會谷,你只可以選擇其一,你會選擇哪一個? 我想等你和我一起走 你和我? 你不想和我在一起嗎? 現在的快會谷,已經不是以前的快會谷了 爺爺走了,村民又走了 也不知道阿奇的下落,我不可以留下你一個在這裡 我知道,這裡已經不是你的夢想 或者只有濟過,才是我們最後的夢想 或者你說得對 不過就算錯了,我也不會後悔 因為我和你在一起 我不管外面的世界有多困難 我們兩個在一起就可以度過 這塊玉珮是我的貼身之物 你們誰贏了,誰就可以擁有它 我不想我們三個一直不明白地下去 所以你們今天一定要分出輸贏 誰贏了,就來見我 解決了 好嗎? 跟剪判官有關的人都已經死了 以後,不會再有人打擾我們了 我覺得有點對不起阿慶 怎麼會有人犧牲的 他曾經說過 願意為我而死 想不到 竟然會變成真 你很難過 你是不是後悔 當你要我選擇的時候 我就已經決定了 要生存下去 就要不擇手段 不顧一切 這是一個殘酷的地方 人和人 不是你死 就是我亡 很多時候 生活不會給我們選擇的餘地 對其他人的仁慈 就是對自己的殘酷 阿慶會不會被判死罪 阿慶只要一天不死 我們就會有危險 我會送些重禮去怨令那裡 希望他們盡快解決 好了 一切很快會過去的了 一切很快會過去的 大哥大哥 來吧 這個啊 大家看這個小子一看 他們死了 大哥大哥大哥 來來來來來來 在這裡 是 上吧 你真是挺可憐的 你叫什麼名字 快點說 大哥問你 怎麼看 你這兒怎麼問誰 你這兒怎麼問誰 你 你 我問你 你這兒怎麼回家 你怎麼回家 你怎麼回家 找個小子 你不怕死 這個快死的人 還有什麼好怕 你知不知道我是誰 我根本不想知道你是誰 你是第四個跟我敢說話的人 千三個已經死了 我早就說過 我已經當自己死了 這條命在這裡 你不拿 總會有人拿走 反正總會有人拿走我的命 來 你死到臨頭 還敢跟秦武揚大哥這樣說話 你就是秦武揚 沒錯 就為我們大哥秦大哥 我就是秦武揚 你就是十三歲在英國傷人 逃走到趙國 又在趙國傷了第二個人 逃走到齊國 又在齊國傷了第三個人的秦武揚 是 那個就是我 怎樣 求我了 這些人 我個要武揚威 要遇到我秦武揚 都算他們倒楣 你錯了 我最看不起的就是 就是你這種好勇鬥狠的人 可惜燕國亡 招國可悲 秦國黑暗 為什麼會把你這種人留在世上 好 就是你了 你就是第四哥 今天我一定要殺了你 殺了 我秦武揚不殺無名之輩 你叫什麼名字 還手啊 還手啊 你永遠都不會明白 你不要以為你不還手 我就不殺你 幹什麼 阿貴何人 文女葉小狐 草民聶無崖 你真是小狐 你真是我認識的小狐 大膽刁民 還不快報上明來 大膽刁民 藐視公堂 替我打四十代板 走 阿慶多年來 一直追隨文女 文女苦苦躲避 從趙國 來到齊國 齊國是一個美麗的國家 富饒安寧 文女本來以為 從此之後就可以平靜地生活 想不到 阿慶居然追到齊國 依然不肯放過文女 文女因為她 不敢邁出天鄉國一步 她進不到天鄉國 竟然每天就在天鄉國外面 不停地大哭大叫 文女不聲其妖 四輪也搞得不得當靈人 連帶天鄉國的生意 都受到不少拖累 難道你從來都沒有喜歡過她 她這麼拼命地糾纏 沒有 你真是小胡 你真是我認識的小胡 文女梟行遇到假滿官老爺 教老爺幫文女贖身 明媒正取 把文女營入家門 既然成為了她的妻子 以為阿慶從此就可以死心 但她依然不依不搖 而且一直想殺假老爺 連無崖興起保護假老爺 並將她刺傷 於是她懷恨在身 終於找到一個機會 殺死假老爺 文女剛介入假家 就遭此大禍 大人 裘大人一定要為文女作主 大膽刁民 事實人精俱在 你還有什麼好說 人來, 給我拉下去 你真是小胡 你真是我認識的小胡 小胡 你不是小胡 你絕對不是葉小胡 你絕對不是 我認識的葉小胡 不是這樣的 大人 大人 你根本不是我認識的葉小胡 葉小胡根本不是你 這是你想要的結果 為何你不為自己辯解 辯解有什麼用 這一切都是來安排好的 你根本沒有爭取, 誰知道沒用 家門灌經被殺 我們兩個都要被文斬 如果決定要死一個的話 我希望那個不是你 小胡 小胡 你曾經說過我永遠不會明白你 現在我想我已經明白你了 我知道你一直追求的生活 你終於得到你的生活 我現在 我以後都影響不了你的生活了 阿興 對不起 小胡 我有一個問題要問你 問吧 剛剛在公堂上 你說你從來沒有喜歡過我 我想知道是不是真的 你還要什麼 最後一個問題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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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去 小子 哈哈 兄弟 你是不是叫做阿興啊 我不單止知道你叫做阿興 我還知道你殺了家門灌 我沒有殺到人 我是冤枉的 哈哈 每個人都是這樣說的 我真的沒有殺到人 哈哈 大哥 坐下 唉 其實我都沒有殺過人 哈哈 就算殺人又怎麼樣 又有什麼大不了 不過 你殺的是齊光有錢有勢的富豪 我 愛福你 你們也討厭門灌 那當然 說一下 你怎麼殺搞門灌 我知道我對你不住 也沒有免去求你幫助 不過我真的很後悔 後悔自己沒有好珍惜你的愛 我只顧著以前的花湖谷 也只顧著你 你終於來了 是啊 謝謝你 我們這次離開齊國之後 就不會再分開了 我 怎麼了 我夢到賈滿冠 賈滿冠已經死了 別想了 睡吧 我睡不著 你先睡吧 我睡不著 睡醒了 恭喜王將關打敗你的目 哈哈哈 各位愛將 我認為此戰勝利功臣 應該首推左庶長梵烏祺 范烏奇 我王展敬你一杯 将军 这杯酒我不能喝 为什么 难道胜利之时不应该开怀唱饮吗 其实 我们根本没娶胜利 大胆 击破趙军一个大营 呼获趙军三千 难道这也不算胜利吗 不过李牧将军 也击破了我们的营地 我军伤亡亦为数不少 何况 我们这次所谓的胜利 对整个战局 无尸毫影响 我想重到要兴贺的理由 王将军 王将军 对不起 我不会怪你 很久没有打过胜仗了 我们也没有打过败仗 我王展用兵多年 经过无数次的险情 但是每次都可以化险为宜 有时看起上来 必败无疑 但是也可以在败局中求得胜利 因为我的内心里充满了信心 那位士兵跟着我 士气都感到格外旺盛 但是这一次 这次将军是否失去了信心 这次将军是否失去了信心 因为你的内心充满了必性的信念 你不会容忍失败 不会容忍虚假的胜利 始终在李牧面前 你率领的部队 没有输舌过 将军严重 可能是我比较了解 李牧将军的战术 只是因为李牧是你的义父 你以为你已经尽力了吗 作为一个将士 我不想打败仗 但是我也不想 我义父摆在我手里 只是因为李牧是你的义父 不是 不单止这样 我也不想看到太多人死 我甚至根本不想做将军 根本不想打仗 但是将仍然是要打 人仍然不断地死 将军 你不觉得死的人已经太多了吗 为什么你还要参军 我希望得到所有的力量 最终换来和平 和平 好 和平 我都希望和平 但是要有真正的和平 七国 只可以剩下一个 你认为 这七国最后会剩下谁 最有可能是我们秦国 不是最有可能 是唯一的可能留下最后的秦国 我想你回咸阳一趟 去咸阳 是 去咸阳 吹瓣梁草 好好地看咸阳 那里才是你真正的家 我希望你回来之后 调整好心态 一心一意 和李牧作战 你要明白这点 这场战争拖得越来 就距离你的理想越来越远 一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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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距离你的建议 宗父, 你要決定沒有? 宗父認為, 應該好賞三軍, 另外再追加十萬後援 王展公召, 一攻就要半年, 一次勝利都拿不到 宗父認為, 應該好賞他, 還是應該治他的罪? 王展將軍, 雖然沒有馬到攻城, 但始終沒有打敗仗 如果以此論罪, 恐怕中將難服 那就暫且不知己的罪了 不過, 宗父認為, 是不是應該用李俊為將, 換下王展? 林陣換帥, 並加大忌, 此時萬萬不可 三軍可奪帥, 匹夫不可奪治 現在我們大軍士氣低落, 為何還可以繼續用王展? 大王, 王展知人善用, 而且用兵神速 對我大秦一片忠心, 你順便給得上 各位愛兄的意思呢? 王展將軍, 與趙國作戰多年, 知己知彼 神亦認為, 與趙國作戰, 非王展將軍莫數 好 既然如此 那你們安排吧 退朝 大王 王展將軍還帶了一封密信來 他要推薦一個人, 叫范烏奇 說此人可堪大任 希望大王可以封著給他, 笼落范烏奇的人心 那仲父的意思呢? 仲父之兒, 此人不僅不應該封著 還應該殺了他 殺? 為甚麼? 范烏奇雖為秦人, 但出身趙國 對秦國三心兩意 這樣的人才本領越大, 將來的威脅越大 所以以仲父之兒, 應該殺了他, 以絕後還 殺? 仲父不會忘記自己曾經都是趙國人吧? 我大秦得以強大, 就會用人不以身份國別區分 而以財優先 僅僅因為將來可能有反叛罪名, 就互亂殺人 恐怕令天下投降我大秦的人才, 心寒 大王, 范烏奇不同文跡 他只不過是大兵的人 再說, 他的義父是趙張李牧 那又怎樣? 王賤將軍不是很器重這個人嗎? 仲父剛剛也在這裡讚許王賤 王賤知人善用, 用兵神速 可以說對我大秦一片忠心 剛剛仲父不是這麼說的 為甚麼突然又不相信他? 大王宣犯烏奇入殿 神犯烏奇, 拜見大王 平身 謝大王 范兄, 今年有幾大? 稟大王, 二十四 比寡人還大兩歲 聽說, 你曾經跟李牧交過幾次手 沒曾敗過 真是年輕有為, 難得難得 聽說, 你是李牧的義子, 是不是? 是 聽說, 你殺了兩個巡兵, 是不是? 是 長使李師 承相, 有何吩咐? 殺我巡兵, 改當何罪? 難道你忘記了嗎? 會承相 應, 應當凌遲處死? 人來, 替我把犯烏奇處死 等一下 大王 我巡國是有發責的國家 才得以民心信服 若信師有犯不義, 民心必然悲喜 大王三思 凡將軍功過相抵 不過寡人不是信師 李師, 大秦可有此律例 將功補過, 確實有此律例 這個大秦律法, 凡將軍有功於國 前罪抵消 今後這種事就不要再提 謝大王 各位外兄 寡人不僅不自犯將軍的罪 而且還準備將安寧公主斥分於他 大王 萬萬不好 寡人已經決定了 李師 范將軍的婚事就由你來安排 神, 遵命 范將軍 大王如此厚待於你 還不快些謝恩 大王 范將軍有什麼要求 神請大王收回成命 為什麼 神不想和安寧公主成婚 為甚麼 因為神 要以心向所屬 難道公主不及你心上人這麼尊貴嗎 難道你真是好像仲父所說 不是真心時巡 故意退三阻死 寡人言出必行 范將軍 不必多說了 退朝 真是糟糕 范烏奇啊范烏奇 為甚麼你連做官的道理都不懂 我只懂得帶兵打仗 不懂得這些勾心鬥角之事 啊 唉 你這麼說話 連我都一起罵嗎 啊 唉 呂相光 在朝野太久了 定位大人此然何以 沒甚麼意思 如果不是大王想成為名父 其實擁有權力的大王 你今天實死 大王一言九鼎 你要按照他的說話去做 如果不是 哼 好 來 謝謝 不用客氣 趁熱吃吧 怎麼樣 夠不夠啊 兄弟 在這裡吃飯就是這樣了 將就說吧 不想吃 無論發生甚麼事 飯怎麼都要吃 就算是做鬼都要做一隻飽死鬼 十八年之後再托生一條好漢 兄弟 不是我說你 膽量你就有了 不過你這身骨頭 不是好得啊 兄弟 多吃點吧 任何時候都像我這樣吃 我才會佩服你的 阿兄 你 給我出去一會兒 快點吧 兄弟 甚麼事啊 沒有你的事 繼續吃飯啊 走 你 是 當然是好酒好菜 是啊 還是好酒好菜 我這輩子都沒見過這麼多菜菜 不過我現在不想吃 元朗朗都是在沒吃的時候 胃口才出其地好 真正要吃的時候 反而發現已經沒了胃口 那你呢 如果你不想吃這些 告訴我你想吃什麼 我幫你去做 我現在想吃糖 我立刻幫你去做 小胡 還記不記得我們和阿琪小時候的事嗎 我們三個人小時候 一起分一塊小的糖 你和阿琪都不捨得吃 全部給我一個人吃光 那時候就算沒糖吃 心裡都是甜的 現在就算再給我多少肚子 心裡都不再甜了 阿琪 阿琪 對不起 你還懂得說對不起 我已經很滿足了 你知不知道我娘是怎麼死的 我娘是為了撿死人的珠寶 死在巡兵的刀下 她說我知道 錢有多重要 初時我不相信 不過後來跟你來到齊國 我終於明白了 你現在終於得到錢了 但你得到幸福嗎 我想我不管怎樣 都會去尋找幸福的 而且我要得到最大的幸福 最大的幸福是甚麼 我不知道 或者是快樂 或者是吃飽雀女 總之人生怎麼站 我不在乎其他人怎麼看我 怎麼想我 只要我想得到的 而我得到就可以了 你這樣犧牲其他人 來滿足自己 你這樣會真正得到幸福嗎 人不為己 天誅定義 如果人人都是這樣想 今天我可以為你死 明天你都可以為其他人死 這個世界雖然是殘酷的 但是我不會讓這樣的事發生在我身上 公道自在人心 不對 公道只會在你的心目中 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公道 是 這個世界 根本就沒有公道 沒有 阿興 你問我 我有沒有真的喜歡過你 如果我現在想告訴你這個答案 你還想不想知道 現在已經不重要了 我曾經喜歡過你 我曾經喜歡過你 而且是真正的喜歡過你 不過 都已經過去了 過去的事 我仍然會將它忘記 阿興 小灰 謝謝你對我的愛 我死而無憾 我會真心地祝福你 你不會鼓勵說是真正的? 你很懵惰 我會贏 我這麼喜歡或與你 Barn 而且是真正的喜歡過你 他一定是瘋了 你給我出來 你來了? 你好嗎? 小胡來看過你 你甚麼都知道 做我們這行的 知道應該知道的事 就意味著死亡 幸好我不是做你們這行的 現在你的情已經了斷了 但是我依然沒辦法恨他 不管他怎麼對我 怎麼背叛我 我也沒辦法恨他 我真的不明白 他這樣對你 你居然忘不了他 感情這件事 本來就是不公平 我現在只是希望他幸福 你真的希望 他和聶無崖幸福嗎? 不幸福嗎? 我希望你不會後悔 我希望你不會後悔 不過我現在已經不能選擇後悔的機會 不是 你有 有 加入我們了 這是唯一可以生存的機會 希望你可以好好地利用這條命 以後就要永遠服務這個組織 你的命是組織的 那我這條命還有什麼用? 小胡都已經這樣了 這個世界對我來說還有什麼意義? 所以你要改變 但是你要改變的不是一個人 而是一個世界 我們要靜化這個世界 等這個世界不再有黑暗的時候 每個人自然就會顯露出自己最純潔的一面 可不可以再讓我考慮一下 可以,不過今天是最後一天 考慮清楚了 記住 你還欠我一千兩 借錢是要還的 我相信你是不會賴債的 不過 死了的人 就不會有錢還給我 我相信我 過來過來 給你的 快點看看這是什麼 糖? 是呀,這些東西很久沒見過了 分給大家吃 好啊 來來來 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 來來來來來來 好甜啊 來, 吃吧 很甜 怎麼了?不甜嗎? 以前還記得是甜的 但是現在還不記得 以前的事 全部都忘記了 很甜 世界上還有什麼比愛情更甜的 愛情沒有錯 甜味也沒有 愛情我就不懂了 我只懂得殺人 為什麼今天這麼多人找你 你知不知道為什麼? 你朋友多 因為明天 我就被處死 什麼? 李師李大人求見 將軍 今天是你的大喜日子 公主殿下隨後就到 李師是來向你道喜的 我是回來催辦梁草 公主